哈喽大家好,我是奶奶 我现在在新疆边境的一个塔吉克村庄 这个村子真的是非常漂亮 看我身后美得像一幅画一样 塔吉克人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淳朴 而且他们的颜值都非常高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逛逛这个小村庄 看看当地人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次新疆边境之旅真是一波三折 房车坏在了离洪去拉夫国门几公里的地方 大半夜交拖车 前后耽误四天时间终于修好 既来之则安之 索性就在塔县多待一段时间吧 塔县地理位置特殊 位于新疆边境帕米尔高原 和三个国家接壤 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 塔县和阿富汗的边境在瓦罕走廊 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 东端乡毗林 边界线有92.45公里 这里风景壮美,明风淳朴 今天就跟着奈奈的镜头一起去附近的村庄看看 走着 这个村子修得非常好 你看这条路 笔直的 然后车也可以开进来 就沿着这条路可以一边开一边欣赏这种美景 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们今天联系了一个塔吉克族的小姐姐 我们去他们家里 那是你妈妈还是姐姐? 妈妈 妈妈的衣服好好看 那是你们家吗? 嗯 你们就是住在那儿吗? 对,住在那儿 这是接待客人的 妈妈过来 嘿嘿,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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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的意思 您好的意思 您好 你叫我说一下 叫什么 你叫我说一下 塔吉克 我们塔吉克人是不是见面的时候是不一样? 对 是 女生和女生是亲切 对 男生和女生 女生要亲男生的手 然后两个男的互相亲手 哦 这样的啊 马上六年级 马上六年级 好可爱啊 您几岁了? 三岁 挺好的 哎呦,好漂亮啊 非常有民族特色的装修风格 美丽庭院 这是客人做的地方 这边呢 这边是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啊 有600多人啊 整个村子 这村子还挺大的 挺漂亮的 妈妈是不会讲普通话是吧 对对对 能听懂我们讲普通话 妹妹好可爱 她的眼睛是那个 就是闭色的那种很漂亮 每家每户都有一面国旗啊 是不是要升旗 每星期一早上 对 但是在村委会 哎呦,你们家好漂亮啊 这是舞台 舞台啊 要跳舞吗 如果想看的话 我们可以表演 待会我们吃完饭可以一起跳舞 哎呦,好乖啊 这是以前的房子了是吧 对 你们以前住过这样的房子吗 住过 土房 哦,土房啊 可以进去吗 可以 刚才我困在这里面 你困在这里面呢 这个被 我在那个家的火门吗 不小心我这关了 哦,反正了你就住不去了 我就不找 哎,这老房子其实还是挺有特色的 你看 它那个透光就是做的那种天窗啊 这里 都有天窗 都有天窗啊 都有天窗啊 很大的 很大的啊 哎呦 这个老房子已经60多年了 已经60多年了啊 这个就是平时睡觉的地方啊 没有没有 哦,就是以前嘛 以前 以前就在这儿睡 然后这个就是冷的时候烤火的 对对对 哦,这是真的 树子 嗯,对对 Stan Stan 嗯? Stan 他语说Stan Stan 嗯 Stan就是木头的意思 我两个 这个是土房子嘛 是不是还有那种更老的 是石头做的那种房子 对 嗯,这个 这个还不算是最老的房子啊 走 这个 很漂亮 哎,这是个后院子 是不是种菜什么 就在这后面 不是种菜 种 青柯 我们家是那个 这是叔叔家的 这是叔叔家的 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后院 都有一片地 对 就在这后面种青柯 嗯,可以 真好 这个老房子现在都不住了嘛 都是半斤的新家啊 那个新家应该是政府补贴的 是不是 嗯 也种个豌豆 也种豌豆啊 夏天 如果 七月份会长 都应该会长吧 我也太可爱了 好喜欢你啊 眼前的这位小姑娘天真活泼 善良可爱 带着我四处参观 给我展示了塔吉克族的花帽 还拉着我玩起了自拍 一家人热情友善 还为我们表演的塔吉克族特色的乐器 打起手鼓唱起歌 吹响音笛 我们相处非常融洽 就是这样嘛 反正这个就是老鹰的翅膀骨头做的音笛 这个是塔吉克人的特色的民族乐器 还有那个手鼓嘛 那个都是全是妈妈缝的 哎呦 就是塔吉克族这边就是这样啊 女生非常心灵手巧啊 都会缝帽子啊 还有背套啊还有枕套 都是自己亲手缝的 现在我们去毡房那边看看啊 他们平时就住在毡房的 你们家有羊或者是有牛吗 牛 特别小的牛 哦 在哪啊 那就是我们住的 哦 就睡这里 然后平时上厕所吃饭那些就在那边 是吧 只是睡觉是在这里啊 那你在哪儿写作业啊 那里 就是专满了很多东西 进去要脱鞋是不是 要换鞋 那我们不要进去了 就是 我今天从小小回来 就挺暖和的啊 这个毡房里边 有那个啥 那个炉子嘛 嗯 这儿有床嘛 一个人这样睡着啊 可以睡一二三四五 可以睡五个人是不是 就睡这边上这样 可以 每个家人有多少个人呢 两个吧 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 圆圈就不 都睡在一起嘛 大家一家人就睡在一起啊 挺好的 很喜欢爸爸是不是 很喜欢的吧 嗯 不是 喜欢妈妈呀 最喜欢妈妈 好幸福啊 好幸福啊 呀 好厉害呀 哇 好棒啊 小羊子 有这么多羊啊 你看好我爸爸给你表演 表演啥 你看他会亲我 他会亲你 他会亲你啊 哎呀 鱼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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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好 他们会打架你看好 我爸爸和他 你看好 哎呀 哈哈 哇 哎呦 哈哈 这是打架的意思吗 嗯 哦 那个 杨说 我爸 这 这 啊 我太要求了 哈哈哈 你们这个房子 新的房子 相当于是不是政府出资给盖的 然后装修是你们自己装修 呃 那个 县城旅游区帮我们装修的 同意盖的 但是 呃 钱是自出一半的 哦 相当于政府出一半 你们自己出一半 然后装修是旅游局那边过来跟装修 哦 全部 全部啊 我们付的是一万八 哦一共六万块钱 对 然后其他的都是政府 哦 房子盖起来六万块钱 然后你们出一万八 装修就是旅游局来装修的 对 却装修的挺好 你看这围墙大门 哎呀挺漂亮的 塔基克族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民族 哎 哎呀好乖好乖呀 好可爱 塔县也绝对是一个我还会想去第二次的地方 塔基克人世代生活在帕米尔高原 守护着我国新疆最南部的边境 他们是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 值得我们敬佩的人 关注奶奶一起看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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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